来到动物园 想要跟长颈鹿来个亲密喂食 如今却要先缓缓 目前的话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 所以我们轻味的部分 可能就会先延期到最后 毕竟新冠肺炎 当初就是经由动物传人 疫情爆发后 动物园的来客树直接掉三成 原方赶紧加强防疫 不仅设置保温灯 营养补济同样不能少 它饲料上 我们会添加一些 比如说微量元素 还有这个综合的维他命 隔离起来 然后就慢慢 比如说帮它检查 这个粪便里面 有没有寄生虫 然后抽血来检查 有没有其他 比如说白血球 有没有增加 拿出过去防止口提疫的经验 这场防疫大作战 保护员内动物 也要为入园的旅客 提供最佳防护 大门入口旁放置消毒喷雾 提供旅客自主使用 这边属于开放空间 就比较还好 不会担心这个问题 户外空旷的地方 应该没什么关系 就密闭的空间 可能更好一点 虽然还是有民众 趁着好天气来看动物 不过肺炎延缓开学 许多学校都取消 校外教学的活动 园区内的人潮 明显冷清许多 业者只盼疫情 能早点退去 让动物园早日 恢复人气 欢迎新闻 陈游一丽亭台南报导 继续字典多